台湾观众团 未来一个最正式的一个义务教育的一个模式 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 对于已经在现在念所谓的这个八年级的学生 是第一届 七年级的国中生 七年级已经上去念国中了 对他们来讲 现在的状况是不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情形呢 因为整个十二年国教的一个实施办法 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完整版本 没有一个定案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呢 第一届试用学生现在八年级 第二届试用学生七年级 已经入学一个多月 这些孩子现在在读书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上战场的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在读一个不知上什么战场的书 面对新的战场 他们现在读的反而是旧的一个武器 为什么现在的课纲可是九年一贯的课纲 十二年国教是不是该有新的一个课纲呢 有吗还是没有呢 只是还没有定案吗 但是呢一个没有定案的政策 现在就要来推行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 教改我们说这教育是百年大计 讲到这大家都非常的义愤填意 也非常的认同 但重点是又要来改 这一改十二年国教呢 到底是改到什么程度 而且重点是现在状况有多乱 时间所剩不多了 如果照这个目前的一个方案走下去 大概在接下来的一个明年的一个 后年的五六月呢 就要来开始进行所谓的会考 这政策到底来不来得及 还是我们的政策只是且战且走 看看社会风向球 但是一定要做是绝对不会改了 因为这是马英九总统的竞选支票 好 教育改了十多年 现在改到满街大学生 大家没工作 不管要去当台牢 还是要到国外去都好 但重点是呢 高等教育已经出现 人才没有高失业率的情形了 我们台湾还经不经得起 这一次这样的也是大规模的新教改 今天这就是我们台湾困团 要好好来讨论的主题了 现场的五位来宾 我们先为大家介绍 好好来进行分析跟讨论 首先第一位我们来介绍 是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陈学胜 大家好 好 继续介绍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许家清 大家午安 好 继续介绍 是全国教师公会的 教师会的副理事长吴中泰 大家好 吴副座好 再来是呢 这个是全家盟 这是家长联盟的一个 我们来看荣誉理事长谢国清 大家好 好 再介绍我们资深评论员 唐湘龙 大家午安 好 我们就来看看 那么现在的教改问题 今天有这么样一份的一个报道 教育部也非常之努力 为了这个十二年国教 弄了一个所谓的微电影 有两部哦 那么放上YouTube 希望能够达到宣导的效果 但效果不张 给予率超低 那么今天说呢 为了让这个十二年国教 上路能够更加的顺畅 现在教育部铁了心了 要求呢 特别是在台北市 这些精英学校 你们的这个免试入学比例 明年就得提高一倍 引发的大反弹吗 带你来看 强调考试不再只是唯一 解决问题要靠十二年国教 教育部进来砸下一百万元 制作两部微电影 宣导国教 称一百零三年七成五 国中的毕业生 免试入学 教育部明定一百零二年 功力高中 免试入学占总招生的人数 要从五成五提高到六成五 其中建中北宇女 更要求从免试入学的比率 要从一成五提高到三成 让很多明星高中很不满 坚持死守一成五 检测的招生跟免试入学 这两个的入学方式差异性很大 所以呢学生 入学学生的性质会不同 也是我希望 民生平也能够降低 就是基北区所有的学校 所谓的这种游戏规则 那种相同的话 所以这个明星高中的 这个环节 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沟通 希望就是说 他们也释出一定比例的 这个免试的名额 经营采取那个分组 一组里面大概会有三到四个学生 他们就像一个生命的共同品 老师担心学生素质不异 男教另一部微电影 解答了这个问题 就靠学习共同体互相讨论 但是看看典语的人数 只有两千多人 似乎效果不太好 明星高中免试入学名额 能否如教育部预期 提高到三成还有别数 明天新闻 陈金雄王城委张一华 杨慧文台北报告 好 当然在这个报道里头 点到的是关于 我们这个微电影头 要宣导的一个效果 点误率不高 大家有认真去掌握到 最新的一个资讯吗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 明星高中的问题 所以十二年国教现在 似乎要且战且走的状况之下 先请教陈委员 一切问题耿在这些明星高中 精英高中 不是 耿在马总统不了解 真实情况就贸然推动了 这个十二年国教 我很后悔我晚了一年 回到立法院 因为回立法院以后 我就在教育文化立法委员会 那我一直觉得说 十二年国教应该没问题 后来才发现问题非常大 第一个 我们连法都没有 没有法就没有推动的固定单位 没有固定的经费 他要随时间不同 而可能会有因人而异 这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况 第二个 十二年国教会让原本 有一些技职体系的孩子 他放弃走高工高职 他认为可以免试高中 可以免试大学 所以把技职体系这一端摧毁了 因为很多家长本来做O2的 他觉得我不要让孩子那么辛苦 所以孩子念高中就念大学 所以本来可以走技职体系放弃了 那现在明星高中搞不定 最后会让明星高中 万一在摩托两可当中 又摧毁了另外一端的精英教育的时候 两头都空的时候 台湾怎么办 那么最后一点是 现在整个说要松绑 往这个十二年国教走 但孩子已经上到了八年级 现在的国二 但是我们课刚没有松绑 没有调整 老师不知道怎么教 那因为孩子已经可以免试升学了 所以没有了压力 所以连以前后段班 准备要进入就业市场的 他连学习的动力也都没有了 那家长也只能在旁边惶恐 这三大忧虑我只能讲 十二年国教对我来讲非常痛心 所以为什么点阅力那么低 是因为水狼够细名了 里头救养名 水狼够细名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现在已经家长就看 哪个地方有补习班 可以让我孩子进师中 师立中学 因为现在是比明星高中 还要更行的这个学校 我觉得十二年国教 如果能够再好好放慢一下脚步 不要再让孩子做实验性的动物了 因为我有一个原则 什么事情失败都可以重新来过 只有孩子的教育失败了 再没有重新来过机会 真的要审慎 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在这 身为家长您听到这 大家的惶恐 其实陈委员全部都讲出来了 国民党节委员告诉大家 马总统你恐怕错了 十二年国教是不是推得非常去仓促 好那现在不可能喊停 委员一定要走吗 现在就且战且走 我举一个最好玩的例子 现在徐嘉欣的力量比我大 为什么 他比教育部长都要大 教育部长现在只要谈到明星高中的免试比例 就是我要继续沟通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过 我们没有法源 所以我没办法强制地方的教育单位 要配合 所以如果今天徐嘉欣讲说 建中北一女 维持免试只有15 我教育部喊不动的 他言莫可奈何 对 言莫可奈何 对 所以难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到徐议员来 我们知道在台北市部分 明星高中所谓的精英学校特别多 在这里或许很多的家长 在这里也不是那么愿意 完全配合十二年国教这样的一个模式 在这里似乎比例是比较高 但是现在新闻的一个发展趋势 大家看到舆论或是官方的讲法 议员是不是感觉 那些精英高中的爷爷做梗了 我下面不能开放一点 一直坚持那个精英教育是对的吗 还是觉得说 其实精英教育本来在一个国家的人才培育上 它本来就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其实这是两回事 大家把它混淆在一起 其实刚刚陈委员说 这个我的权限非常大 我跟大家说 简直是卑微到不行 为什么呢 打从今年年初教育局跟教育部 在四月份的时候 协商的结果 那个都是秘密的协商 我们议会一点都不知道 那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居然是他请求我们说 去帮他们踩刹车 让教育部不要通过那个办法 蛮奇怪的 对不对 然后又欺骗了议会一次以后 大家帮他踩完刹车以后 他又去跟教育部又密谋 然后又说要做这一次的六月份 当这个学生计策完以后 要进行模拟试验 我们一直告诉他说 这个模拟试验 你现在没有按照你的办法 包括选田志愿的部分 都一起并入 你这样子跑出来新测结果 果然是没有用 没有意义 结果呢 好 现在九月已经过了十月份了 我们说那你新测中心 做出来的模拟结果 可以给我们看吗 他说对不起 国家机密 所以呢 教育部也不给教育局 然后也不给立委 也不给议员 所以没有人知道 这次模拟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那如何修正呢 根本就骗局一场 我今天就觉得 刚刚提到一个关键 就是说十二年国教 他最原始的概念是什么 他是希望说 学生可以适才适性的去学习 然后让他在这个人格 跟未来的发展上面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 不用承受那么多的升学压力 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 他也需要各种人才的培养 不是只有精英而已 精英固然有他的必要性 但那只是其中的一块 那我必须要讲 现在的十二年国教 老实讲 教育部跟教育局 尤其是台北市教育局 一味的在护航明星高中 刚开始呢 说这个额度 要有多少的免试 是总的额度 可是特别给六个明星学校 只有15% 那结果这个15% 我们就质疑他说 那你到时候抽签 可能会百分百 大家都是靠抽签来比 他为了要对外解释这件事情 又搞了一个北极星 等一下我们有两位专家也在这边 又是骗局一场 那北极星呢 到最后是每一个学校很努力的去排序 比出一个学生以后 那么他到底能不能上建宗和北英女 你还不知道哦 可是这个学校 每一个国中 却要花很多的行政成本 去排出这一个学校的一个学生 然后这个精英呢 到底能不能进入建宗北英女 我不知道 我老实讲 建宗北英女有没有比较好 这见仁见智 但重点是 他们老是要靠 把学生最好的比例 圈进来 他们却不提升他们的教学 或者是说教育局也没有去要求 其他特色的学校 或者是一般的社区 高中你给他更多的资源 来提升整体的数值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教育单位 我必须要讲 不管这个陈委员 他刚刚讲那番话 有一些东西我是认同的 那我必须要讲 今天的教育主管单位 跟当今的国家的总统 领导人 到底有没有一个概念说 教育是一个百年大计 他要超越政治的计算 他必须要去思考是 整体国家发展 以及人才培育的方向 不是一味的去 服应某一些精英阶层的需求而已 好那讲到这 大家会觉得问题大到不行 而且乱到不行 非常之复杂 我们刚刚讲到是政策面的问题 我们今天现场呢 有全教会 有老师们的代表 也有家长的代表 所以你就知道 这议题要讨论起来 要参与的人等 真的是要非常之多 好那现在我们就从学校先来看 因为刚刚一直不能点到 精英高中的一个存在 看来最续议员来讲 在台北市呢 教育局还要他们 所有全体议员们 帮忙来护航 要维持精英高中的一个 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式 只选了六所 没有被选到都不精英 不知道之前的一个办学 是完全在这个地方被否定吗 那我知道很多家长 也为了未来自己孩子 能不能上得了精英高中 我不在那个学区里头 我为了靠什么 靠考试 靠笔序 哇这个斤斤计较到未来 可能棉被折得好不好 都是你笔序的项目 那该怎么办 来吴副作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第一个是我们看宜兰 宜兰在103 有准备到免试百分之百 宜兰已经整合好了 宜兰的宜兰高中 或人工高中 他在考上国立大学的比例 可能还比台北市的第四资源 第五资源都还好 人家敢一步到位到 这个100% 那这是怎么样的内部沟通 他宜兰现在教育团队 是怎么样子来沟通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看到的是 法院不够明确的事情 这在去年上半年 很多人提醒了教育部 很多人提醒了总统 但是总统执意 要在103年 能够如期实施 那你在100年的6月之前 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 半年之内 1月1号到6月30 可是没有 现在我们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100年9月20号的 行政院施政计划 大家都知道 行政院施政计划 是什么层级 当初苏生昌要实施 12年国民基本教育 也是用施政计划 结果他三个月后 他自行辞职 之后呢 没有人再问 当初也是行政院施政计划 过了 所以可见 用行政院施政计划 是多么脆弱的事情 我想陈伟伟 非常清楚 接下去 接下去的准备 高级中等教育法 很抱歉 到现在还没有过 我在预测到今年年底还不会过 可是第一届要试用学生 已经八年级 年快一半 这怎么会这种事情呢 那另外一个 准备所有操而比序也好 免事要点也好 这些东西 通通都是在 因为去年下半年 准备接近大选的关系 通通只能够台面下准备 不能够上台面 那在这样子的话 沟通不足 互相拆机之下 所以现在其实是有 14个招生区 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动作 正在朝下一步准备 包括国中要怎么做 普修教学 包括老师要怎么进修 那这些 招生区他有下一步的动作 可是在基北区 很显然为了很多东西 都要拉扯 没有办法搞定 那我觉得 在中央跟地方的 教育行政团队 或者是议会 或者是明代 都要积极介入 或者真的不晓得 怎么支持下去 好的 我们的教师会也认为 不知道怎么支持下去 站在第一线 不只学生的权益要顾到 老师你要怎么教 12年国教 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工程 就像当年的九年一贯一样 现在回过头看去 九年一贯的相关的 一个课纲的改变 讲到这个建构式数学 或许大家记忆就非常深刻 所以有很多现在去评论 他认为那是一个失败的政策 那么所以之前国教的 这个教改印象 大家印象不好 所以谢理事长代表 广大家长的新生 您是觉得 择年国教 我们想说来讨论他 不是说要否定 他应该要做 这个新的一个制度改变 而是如果没有准备好 就要去做他 我不知道像在学生 在家长这边 大家承受的压力有多大 三年前我们全家盟 发动全国的家长 上街头去推动12年国教 推推推 推到现在好像越推越难推 我觉得问题出来哪里 就是问题出来 我们这个政府 都在看风向球 就说只要有人讲话 特别是那个叫做 精英高中讲话 他开始就变了 比如说笔序 今年4月底说全部公布了 大家就想说已经暗定了 就弄到现在还没有 还没公布 前两天还听说部长说 把奖程当做门槛 可是问题是15个招程区 只剩下一个还没出来 他现在又讲了这句话 那是不是要 另外14个要再改变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会考 那个马上那个国中八年级的 这一届的学生 明年后年就要考会考了 那会考到底怎么考 这个会考怎么考 也牵涉到学校怎么教 对不对 那会考到现在还不定 然后譬如说 我们刚刚在讲那个叫 课纲的部分 课纲的部分 我们其实觉得 他其实没有必要跟着去 现在就去变 可是他因为别人的 那个一个压力下来 他就开始说 从108年变成107年 又变成105年 那到底你原来的态度在哪里 你原来态度不够坚定的时候 那只要别人说一句话 你就跟着变一次 说一句话变一次 所有的家长都 怕在那个地方 就是说所有的家长都紧张说 我的孩子接下来比序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比法 然后你一天到晚在变 我要怎么去做准备 你的会考我要怎么去考 你们现在还不定 我要怎么做 所以家长就悬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那件事情 不是只有把孩子当实验品 我觉得是把家长当实验品 就家长 学生 老师 学校 都在做煎熬 姜龙这是 怎么会是一个这么好的政策 讲到精英高中 我相信姜龙你也是 现在点名到那所谓 精英高中毕业的同学的 学生的学长 我们就要看到 一切就风向球 先是马政府施政的一个模式 哪里讲了大声一点 可能就要去调整 但这个百年大计 这个是影响层面非常之广 不可以这样玩的 这不只是我了 吴东太跟我 跟我说 我们是高中同一届的 精英高中的 对 我们都师大普通毕业了 现在师大普通就不从 对 建宗在这里 建宗在这里 建宗也不想从 或者建宗它会有 我可以理解某种 某种那种抗拒的情绪 因为它不只是 单纯的升学率 或者什么 就是那个学校它本身 你或许说它 它自己就要保留了 某种光荣的传统 那除了升学率 它的校风等等 它的情感 所以在面临到 这样的一个改革 也就是它的原有的特质 建立在精英基础上面的特质 那这个12年国教改 一旦推动了之后 它的那个最重要的 因为精英而来的特质 它就无以延续 这是所有目前的明星高中 它必然会遭遇到的焦虑 那现在12年国教 它会造成的情况 它不是精英就不见了 精英学校就私立化了 就将来 将来大部分精英学 就是私立学校就开始精英化 精英学校就开始私立化 那这个是 这是未来的 你一旦用12年国教的话 会发生的趋势 我只觉得 有两个基本态度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对于12年国教的推动 就是绝大部分的人 在初中上面是不是认为 认为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走上这条路 因为我是9年国教推动的 那年去念小一的 那那年念小一到现在 已经民国57年 57年推9年国教 我还记得 那时候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人 他们要考高 考初中 考初中 那个时候跟 比现在考高中更痛苦 那个时候 现在考高中还有连招 那时候考初中没有啊 都是个别学校招生 交通非常不方便 然后呢 每个家里面都要挤出 一些报名费 同时要安排好 先在资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面 你要先打听好 哪些学校 哪些学校的考试 一个一个考 大公车 那千里条条 特别从南部 往北部考的 这个年代 其实很多很多比我年长一点 大概都经历过那样的过程 可是当他推9年国教的时候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一样 你要推的时候 其实在当时也有很多 所谓的明星国中 那那现在有明星高中 那个时候没有明星国中吗 有啊 那时候有很多明星 就是说报名的人数很多的 会破表的那些明星国中很多啊 那当你推的时候 在当时没有 没有这么多的声音 所以你一推 你决定就9年国教 好那做成决定之后 整个的所谓的明星国 国中就不见了 今天还是有一些的 国中是明星国中 那多半是因为区位啦 或者过去也保留下来 一些的一些传统 还是有明星化 所以父母亲 还是想办法去搬 搬学区 然后要把孩子搬到一些 明明他就 他的所有的入学的制度 跟其他的国中 没有任何的不同 但是他还是带有一些 明星的气质 他就都会 所以会有 有所谓学区上面的差别 将来你一旦就说高中 我认为高中 如果12年国教化之后 他的趋势跟现在 跟过去是40多年前的 那些明星国中 走向是一样 他还是会有一些 保留明星化的气质 大家不用那么焦虑嘛 对 就是说还是保留明星化的气质 其实现在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明星高中 他未来还是会有 那个很强烈的明星气质 大概是不太会改变的 但是就是说 私立学校 他会进一步的精英化 就是家长们为了 为了避免很多的麻烦 然后呢 像现在 你现在光推12年国教 有很多的家长又搞不清楚 未来情况怎么样 最近这两三年 已经很清楚的感觉到 私立学校的入学变得更加困难 没有错 变得更加困难 这是所有有学龄 还是包括我们家里面也一样 而且他的整个压力 已经不是从国中阶段 或者是小学阶段 已经到幼稚园 我告诉你 从幼稚园的大班 就开始 就开始去卡位 好 那这个是你要做改革 我并不反对改革 但是我只是改革之前的 那个痛苦期 要如何去化解 这是要想清楚 好 所以现在有点到很大的问题 这个痛苦期如何来化解 那现在已经向下延伸 这是实例 大家现场不知道 有孩子或有朋友 孩子都知道 明星学校 特别是明星的私立学校 幼稚园就开始要去卡位 没有卡位的话 你再来永远进不去 除非有人退出 那退出那是考试 也是上千上百人考 一个两个名额的话 怎么办 整个一个十二年教改 国教呢 现在推行到现在 怎么会走到 反而是私立学校 成为很多家长的一个选择 因为大家莫衷一事 问题还有多少 我们待会回来